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煲了一个好汤 非常好吃 它的功效是可以去骨火 可以清热去湿 尤其是如果有肌肉疼痛 或者是筋骨疼痛 这个汤也是非常适合的 我们首先在街市买材料 这里是下午3点 在阳屋道街市 在二楼买蔬菜 我找了一档有粉葛 这里是半个粉葛 15元一斤 这里半个是34元 我想当主帮我批皮 以及帮我切件 他跟我说 如果他有空就可以 因为这段时间 下午3点多都没有人 所以他就可以帮我切 如果他帮我切 回到家里洗洗就可以用了 第二个材料就是一些鲫鱼 你要去一些卖淡水鱼的地方 我也是选小小的 他原本是14元一条 但他就说想我买两条 就收我25元 另外这些是炒的扁豆 炒扁豆 炒扁豆可以帮助去濕健脾 炒扁豆要配尺小豆 这两个是绝配来的 除了有健脾去濕的功效之外 还可以帮助开胃新瓶 亦是补虚强生 我们首先将这两种豆浸水 最少都浸30分钟 现在这些就是粉葛 你拿到回来 其实也有轻微少少变啡了 那我就留一磅左右 就留下一次用 这里有750克 即是差不多有1斤4两 今次我煲的汤是6人份量的 用水就会用5公升水 粉葛用1斤4两 就差不多了 另外一葛陈皮 其实如果你有时间 陈皮都可以先浸 由于我比较趕时间 我就没有浸 陈皮洗一洗 就和粉葛一起放入水 因为陈皮要冻水下 才不会太燥热 这些是猪骨 是猪脊骨的位置 我就买了2斤 现在先出水 将这些骨放入冻水中 然后开火 盖上盖上盖 让它出一出水 好了 要处理鲫鱼了 这个鲫鱼 就回到来 就可以洗干净它 刮干净鱗 洗干净肚子 可以搅拌肚子 和腌肚子 和腌肚子 洗干净 可以搅拌肥干水 而且它已经煮了 所以最主要是清洁一下 鲫鱼 可以令到汤非常鲜甜 所以这个粉割鲫鱼 猪骨汤是非常好吃的 好了 那些猪骨水滚了 那你就可以捞上来 捞上来 捞上来之后 就用清水洗干净它 而且这些骨 你洗的时候 要留意 它很多时候 都会有一些猪毛 就会黏住在肉中 所以就要洗的时候 就要看清楚一点 而且这些猪脊骨 是补丐是特别好的 尤其是它那个脊骨 就是好像我们人体的脊骨 那样 所以就好像以形补形 都觉得猪脊骨 是比较好的 而且它煲完汤之后 那些肉 都会比较腍 又好吃的 那好了 那些骨洗干净之后 就放在煲中 继续煲 还有刚才那些粉割 你水滚之后 就可以转小火来煲 那好了 那些豆都浸了半小时以上 另外加多两粒蜜棗 又是可以令到汤更加鲜甜 那将这些材料 又放在煲中煲 那将豆放下去 那接着呢 就可以又是盖上盖 继续煲 那你煲滚了 就可以转小火 那好了 轮到鱼了 那我们呢 就刚才洗干净了 那现在呢 你就可以用一张厨房纸 就抹干水分 因为呢 因为呢 等一下都要开锅煎的 很多时候 那些鱼呢 用来煲汤呢 都是煎一煎它 会比较好 就是又可以抹香 又可以令到汤呢 是很白色的 那我们也是用少少油 烧热的油锅呢 就煎一下那些鱼鱼 那其实最初呢 放到油锅里呢 就不要怎么移动它 那它就不会黏锅的了 那煎了一会之后呢 你就可以反转另外一面了 那你会见到它的皮那里呢 就已经有一些金黄色 那好了 那现在呢 就洗洗个煲鱼袋了 那其实我每次呢 都会用一个新的煲鱼袋 的 因为呢 那些煲鱼袋用完之后呢 我都不会再重用的了 尤其是煲完鱼之后 如果你有时是做豆浆之类呢 那都可以说 洗干净去重用 如果是煲鱼呢 那很多时候的鱼骨呢 都会刺在袋子里的 那所以呢 煲完呢 就会连那袋鱼啊 那样就会扔的了 那还有刚才洗的时候呢 用清水洗完之后呢 再用一些热水滤一滤去 那袋子 那好了 那些鱼呢 煎到两面都金黄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入 煲鱼袋里面了 那放了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绑实它 那你绑实它的口呢 那些鱼就不会掉出来了 那那个汤就不会有些鱼骨了 那好了 又可以放在那煲汤里了 那其实每次放材料下去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开大火 有去煲滚先 那还有呢 你偶然都可以 就是动一动一下那些材料 那我这个煲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煲 一个十公升的煲 那多人有时候 或者多材料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煲 那今次呢 就是放了五公升水的 那当全部材料都放了下去之后呢 那你可以盖上盖 有去煲滚 那滚了之后呢 就转小火 那接着呢 就煲它两小时 那煲两小时后呢 这个汤就完成了 那这个汤呢 就不用加盐之类的 因为呢 它已经是好好味的了 因为材料呢 就非常足 那而且呢 这个汤呢 在现在这个 好潮湿的时候呢 就非常适合的 因为呢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 去湿啦 除凡啦 还有呢 这个汤也可以帮助预防高血压 的 也可以帮助去骨火 和舒缓湿疹 那样的 那对于一些有外感啦 头痛发烈啦 那也是有帮助的 那好啦 今次我的分享呢 就去到这里啦 那如果喜欢有一条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channel啦 我是欢迎你到我片下面留言的 那你下次再见啦 拜拜